欢迎收看2019年5月30日汉天卫视晚间新闻 我是赵紫彤 首先来看美国国内消息 当地时间29日 美国国家气象局显示 自27日夜间开始 美国中部至少8个州 共计遭遇了55个龙卷风袭击 导致至少1人死亡 130多人受伤 美国国家气象局的网站显示 当地时间27日夜间 美国印第安那等8个州 共计遭遇了55个龙卷风袭击 许多房屋被摧毁 树木倒塌 窗户破碎 龙卷风已经导致至少1人丧命 另外130多人受伤 这55个龙卷风分别是 印第安那州的14个 科罗拉多州的12个 俄亥俄州9个 爱荷华州7个 内布拉斯加州5个 伊利诺伊州4个 明尼苏达州3个 和爱达河州1个 当局估计超过8500万人的生活 将受到威胁 美国年平均龙卷风数量 在750个左右 而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至少960个 龙卷风通报 气象专家称 在过去两周之内 美国的龙卷风已经是不同寻常的多 而目前又没有迹象显示 这一气象模型会很快结束 截至27号 美国已经连续11天 每天至少遭遇8个 龙卷风袭击 在过去两周 中西部出现高到反常的 300多个龙卷风 全美22个周 5月通报超过460个龙卷风 29号更是全美连续第14天 通报龙卷风出现 许多地方的龙卷风威力大 建筑的屋顶被吹走 甚至整栋房屋出现移动 树木和电线杆成片倒地 雷达屏幕上可以看到 被风吹上天的许多物品 俄亥俄州公路保养部门 要用铲雪车清理路上的残骸 目前已知的龙卷风 造成的一名遇难者 是俄亥俄州的一名82岁的居民 当时一辆汽车被风吹起后 又砸向他家的房屋 伤者中有20多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俄亥俄州州长宣布 三个受灾最严重的郡 进入紧急状态 州政府将迅速为灾区 提供饮水和发电机 气象专家指出 在过去两周受灾地区 赖着不走的喷射气流 带来的低气压 是气候反常的原因之一 不过喷射气流30号就会发生移动 至少这些区域下周不会继续出现 严重的极端恶劣天气 安天卫士高宁编译报道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9日 一艘搭载33名韩国游客的游船 与另一艘船只发生碰撞后 在布达佩斯市多脑河上沉没 已至7人死亡 21人失中 目前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游船 警方称已经对这起船难展开了刑事调查 据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29日晚间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多脑河上 一艘载有33名韩国乘客和两名船员的游船 与另一艘船相撞并沉没 造成7人遇难 21人失踪 救援官员表示已寻获7具尸体 另外国家救护服务发言人表示 周三晚上发生事故后 已有7人获救并住院 情况稳定 事发后 匈牙利当局连夜展开救援工作 由于获救人员一直没有增加 韩国总统要求相关部门与匈牙利政府 尽快合作开展救援工作 韩国总统表示 他要求所有相关部门动用所有外交途径 与匈牙利政府合作 对失中者展开快速搜救行动 韩国外长康金河已率领应变小组 赶赴匈牙利 指挥乘船事故救援工作 国家警察部门发言人透露 失事船之上有33名韩国游客 韩国外交部后来证实 有33名来自韩国的公民在船上 并表示仍有19人失踪 这艘船于州市早些时候 被发现在马吉特大桥附近沉没 距离河岸上的新哥特市仪会大厦不远 大规模的救援工作 持续了整个晚上直到周四凌晨 包括军方和潜水员在内的几百名救援人员 参与了搜救工作 船只潜水员聚光灯和雷达赏描 沿着河流向下游搜寻落水游客 有关官员表示 由于持续的大雨 多脑河水上涨且水流很急 搜救人员从布达佩斯 沿着多脑河往下游搜查 早些时候有一名获救人员 是在议会以南约二英里的大桥附近被发现的 沉没的船被确认为美人渝号 在观光公司的网站上 被认为是船队中最小的船之一 它有两层甲板 可容纳60人 如果是观光旅游 则能容纳45人 该游船公司发言人说 事故发生时 美人渝号正在进行常规城市观光旅行 他告诉国家电视台 他未听说船只有任何技术问题 他说这是经常提供的服务 到目前为止 另一艘船的详细情况尚不得而知 官员正在调查 导致这起多脑河上罕见事故的原因 匈牙利国家航运协会负责人表示 他认为这是一次人为事故 目前布达佩斯南部 多脑河的船只交通已经停止 汉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在当地时间5月30日 阿拉伯国家联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在沙特阿拉伯 麦加分别召开特别峰会 在波斯湾局势日趋紧张的大背景下 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 以及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关系 无疑将成为两个区域组织聚焦的中心话题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 在当地时间5月30日 在沙特阿拉伯分别召开特别峰会 这被视为在美国与伊朗紧张对峙局面下 地区国家为应对随时可能擦枪走火而采取的紧急行动 分析人士指出 参会国家会在特别峰会上表明各自立场 对伊朗会形成何种策略 以及卡塔尔是否参会将成为特别峰会的两大关注点 虽然两个峰会的议题尚未披露 但媒体普遍认为伊朗问题将成为焦点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特别峰会上 沙特可能会游说阿蒙其他成员国 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 共同抵制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伊朗 这也符合美国建立中东战略联盟 以削弱伊朗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政策目标 不过一些国家可能选择避免与伊朗直接对抗 科威特长期奉行平衡温和的外交政策 与海河会成员、其他阿拉伯国家 以及伊朗等均保持良好关系 伊拉克也表示将与邻国伊朗保持友好关系 并愿意调停美国与伊朗争端 与此同时 伊朗副外长5月26日开始访问阿曼、科威特和卡塔尔 这些国家愿意在此时接待伊朗高级官员足以表明其立场 卡塔尔收到参加本次海河会峰会的邀请 引发各界关注 据媒体报道 沙特国王通过书面信件邀请卡塔尔出席特别峰会 这是沙特自2017年6月 与卡塔尔断交以来双方最高级别的公开接触 在当地时间29日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卡塔尔首相兼内政大臣阿普杜拉将代表卡塔尔出席30日的特别峰会 所以此次卡塔尔的出行也成为媒体的一大焦点之一 汉天卫视李中新编译报道 据墨西哥政府部门表示 在当地时间29日 该州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公共汽车与拖车猛烈相撞 造成至少21人死亡 约30人受伤 墨西哥东部29日 一辆卡车和一辆巴士相撞后起火燃烧 造成至少21人死亡 30人受伤 其中有人伤势严重 恐怕死亡人数还会增加 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25分 巴士行经易高速公路时 不慎与大货车擦撞 两车相继翻倒在地 接着起火燃烧 多数乘客都因为被困在巴士中 被活活烧死 事故造成19人当场死亡 另有两人送医不治身亡 大火线已扑灭 伤走被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 在社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和影片显示 卡车和巴士被火源吞噬 浓烟滚滚 警察和消防员封闭道路 扑灭火事后 车子被烧的仅剩车架 当地民防当院负责人说 根据现场见识专家的报告 有17具尸体属于巴士乘客 还有两人死在半挂式卡车上 一人送医后不治 另外一人伤重而亡 另有30多人送医急救后 其中有人伤势严重 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初步了解 一次巴士刹车再撞上货车前 就已经失去控制 当地媒体报道说 这辆客车计划由首都墨西哥城 开往东南部恰帕斯州 事发后客车严重烧毁 几乎无法辨识车身信息 汉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咱们下期见 好